这个地方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也是一样先把它画成这个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画的是上试图的左边 这个先把它画出来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上试图 这前试图的右边部分把它画到这边来 那因为呢 他们两个关系就是垂直的关系 所以你到处可以的吗 把它转90度 再放在什么呢 放在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上面 其实就可以了 那相关的尺寸当然这一题 其实你要直接把它画成3D的话 恐怕有点困难 因为这个形状我讲过了 如果说我们画的方式 主要就是说 要不你就直接把它3D画出来 再用看用什么按拉插旗的方式把它去掉 可是问题 这个形状要把它直接做成3D的话 好像没有对应的 有没有 有的话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你先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方块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讲 再用圆角 可是问题这边还有一个缺口 要处理 比较不好处理 所以如果我说直接画3D 比较不好处理的话 那干脆你就先画2D 2D再长出来 长出来之后 再来把不需要地方把它看要扣掉 把它那个去掉 或者是说用什么方式 那这边的话首先我们来 那阶段性来看 就是第一个 我们2D的部分 那相关的尺寸 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我们有一个几个尺寸 比较重要像18 这个18 这边15 所以你可以在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多少 这个尺寸的话 就52 从这边可以看到 52 OK 那你可以把这边的形状先做出来 另外比较困难的是这个缺口 那缺口怎么样做 当然简单的做法是因为他跟我们讲角度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在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呢 他的缺口的角度每个是15度 15度15度总共加起来的话就75度 因为总共会有5个 所以这个做法当然好几种 你可以用旋转家复制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这个阵列的 环形阵列 然后总共的 因为总共角度我们之前都是360 那这一题的话75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总共角度75 那中间每个15度也可以画出线段出来 再把这个形状做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完整 这一题我想比较难的应该是这个缺口 那转上来之后的话 因为他的缺口类似长这样子 他的高度其实各位可以从哪个角度来看 有一个是15 他的那个底下就是说15嘛 所以做出来的话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他的高度的话呢 外面这个是他这个20嘛 所以你比这个20 然后他的缺口有没有 就是5嘛 就减掉5 所以15 涨上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分别做啦 我这边就按拉 按拉一个 这边本来 这边外面是20 那另外一边这个地方的话 这边20 那这边就15 按拉上来 最后你会发现一缺一角一角的 不过没关系 把这个地方怎么样 连击起来 那就看不出来了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 这个地方大概把一个这个图的一个 大概 跟各位再说明一下 那请各位先处理一下2D的 我们阶段性的2D 长出来做3D 然后呢再把它做旋转 最后这个